等下有些話要說 收到一些報料 不過那部分應該不能說 收了一些報料 那部分不能說的 等下水哥那邊自己說吧 說回這個事件 其實這個事件 我自己看完之後又想了一陣子 整件事我覺得都蠻瘋的 為什麼呢 他經常說 自己我是一個 站得正的人 我是一個正能量的人 我是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呢 原來他的正能量 真的是最原始的正能量 他怎樣是最原始的正能量呢 最原始的正能量就是跟你說 正能量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所謂的強姦反 創造出來的 那些正能量就是你們所想到的那些東西 何馬是貫徹始終 就真的正在做正能量的東西啊 因為我們看回 他整件事 這張圖片 我想剛才大家都去 無量軍師那邊 有看過的 我見到這張圖 其實是11月6號的時候 已經是出現了 就說他是一個小三 專門破壞別人家庭 你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條眉不同了 但應該就不是AIP出來的了 AIP出來是很明顯有痕跡的嘛 多謝科金支持先啦 是看到有痕跡的嘛 但他這個是沒有一個AI的痕跡 但是啦 他這個樣子 我自己感覺上 是有少少所謂的瘋狂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覺得自己好美啦 就發給人勾引人啦 你看到他隔壁那張照片 隔壁那張照片 就在大排檔的 他就說這個女人 就好賤格啦 日日來我檔口 對面 食燒烤 真是神經病啊 嗯 後來呢 我按照剛才所聽到的東西 是說他每天帶不同的男人 過去就想擊這個男人的 即是說他覺得 他帶男人過來是可以擊倒這個男人 即是說這兩個人 以我了解 就不是所謂的 一夜情啦 因為他覺得是能夠擊倒人的嘛 如果 我是 跟你一夜的 你找了人來擊我的 根本不會有感覺的 大家都沒有感情基礎的嘛 但是他說 找人去擊他 這裏有問題啦 這件事是持續了一段日子的 而請你看回 他在11月6日 就被人出帖啦 那當時他有了BB沒有呢 多謝科金支持啦 當時他有了BB沒有呢 那待會逐步逐步跟你拆解 因為我看他的樣子 他應該是有了BB的 因為如果不是有了BB的話 下面所說的話 是不合理 是說不通 說不過的 為什麼呢 我給大家看看 整理了資料 其實按照這張圖片這樣說 就是23年11月6日的事啦 那當時呢 他經常守在陽光市 這個陽光市 金平 孟芝成 筆夜成 是個男人的檔口 那個肥婆 就在這主動叫人老婆去接受他 那是一件很有病的事啦 這裏我跟你說 為什麼他是能夠開口 叫一個人去接納他 他同意做小三喔 就是說他是寧願沒有名份的情況下 都願意跟人一起喔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肚有餡 而且 他在香港有一件 肚有餡 他只能夠是做小三了 等你養了他 那我們再看回一件事 這個男人有沒有錢呢 這件事大家都很關心的啦 我在沒有任何資訊的情況下 推測他有沒有錢呢 有檔口 在大陸有這樣的檔口 而且看到坐得人都OK的 那就是說 應該是有點錢的 如果是沒有錢的 河馬走了啦 還會在這裡願意 沒有名份 都願意跟你在一起 叫個大婆接受他 這個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事來的 你明白嗎 多謝大家課金支持啦 那我們繼續說啦 我們繼續說啦 那個男人有錢的 他繼續這樣貼著他 那個肚子到底 色可白之前 是不是沒有了呢 那為什麼 這個男人 那麼快跟人發生關係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事件呢 因為他去到 這個街市的時候 他周圍去結識這些人 有找過這個發營屋的發營屋 發營屋的發營屋 發營屋的發營屋是結婚的 但是他 原來是不介意的 只要你有錢 或者是 你有些事業 他就會跟著你 現在我反而明白為什麼 河馬 他一直說要做飲食 說要100萬 一時又說回大陸發展 原來上一個男朋友 就是做飲食的 說得通 他很憧憬這個男朋友 他是去做飲食的 那我拿了那100萬 我又要做飲食 我要讓你更加成功 我要賺到錢給你看 你當時 放棄我是一個錯 這個故事又好像說得通 大家說是不是 他是有一種報復的心理 為什麼 不會說 他有一種所謂的 報復心理呢 就這張圖 看完這張圖 等一會吧 為什麼說有一個報復心理呢 就按照這張圖 河馬 就跟這個大排檔 應該是一個大排檔的男人說 這個是我新男朋友 89年 比你還年輕 都想我嫁給他 跟著那個人跟他說 你的事無需要跟我說 多謝科金支持 這句話其實他是落了河馬集 那河馬其實這一個 我不認為89年的男人會選擇他 你89年的 其實都還年輕 89年怎麼看不開 都是30多歲 那你30多歲 你選不選這隻河馬 你有多少錢的 或者你30多歲 可能有些基礎的 你都不會選河馬 你沒有基礎的 寧願 不結婚都不會選河馬 當然 可能這位89年的哥哥 他口味獨特 這件事不能排除 我認識有幾個朋友 是口味獨特的 我講出來你不要笑 真是口味獨特的 他是喜歡一些比較圓潤的女性 你給一些瘦的他 他不喜歡 他說那些不漂亮 他見到那些肥的 才開心 才興奮 真是有這些人的 我聽他說話 我聽他形容 我都不懂 怎麼說出口 說出來都打個冷震的一款 會不會這種 這個哥哥就是這樣 但是你又不合理 你是這個 這樣的微信 對話 我預估他也是11月的 大家說是不是 他頂盡你10月了 如果你是有一個 都不對 因為他一直在這個店舖出現 他這個貼圖 說小三的貼圖是11月6日 可能甚至乎這個小三貼圖出現了之後 他仍然會去大排檔 那就是說 是大排檔事件完結了之後 才有這個對話記錄 如果是這樣不合理 應該是催的 你有個年輕人的 年輕力壯的 真是可以一晚五次的 你不選 你選過一年都不知道有沒有五次的可白 當然啦 錢是其中一個因素 錢是其中一個因素 可白 賬面來說 就很難給到一個美滿的夜生活 不過 在這個錢方面有450萬 450萬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數 對於他來說 是 他 我不認為他現金 是試過有拿著100萬在手 你如果有的話你不用住公屋啦 大家說對不對 你說到 錢 好像天特來那樣的全部 都是所謂 所謂的 天文數字 你不用住公屋啦 甚至乎我認為 他在這個時候 他應該已經是學了財商 你都為財商 打一個負面廣告 你經常說自己正能量啦 又說自己在財商那裏學到人生道理 原來你學的財商 就是做這些事件的 即是我們大開眼界呀 真是大開眼界呀 原來原來玩到這麼瘋的 原來那個大婆 即是那個原配老婆 聲稱有足奸的相 但考慮到那個男人私隱 就沒有交出來啦 有足奸的相 即是說這件事 河馬是沒得搏的 那為什麼會拍到足奸的相 那這裡又來人層尾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會拍到足奸的相 不外乎兩三個地方 就是捉他的 他不會去到河馬的家 大家說是不是 那他可以去到哪裏捉他呢 要不然那個男人帶了河馬回家 再不然就去開房 然後又或者是車站 就是這三個可能性 如果你說是去酒店 基本上你打架了 你去到酒店你捉的話你會打架了 但按照剛才 那樣東西來看 又不是打架 他說他沒有打過河馬 你知道的啦 那些大陸女人 很狼死的嘛 即是不要說大陸女人啦 你哪裏女人都狼死啦 肯定打啊 打小三的嘛 如果是這樣 河馬不是被人斷正的 我推測啦 有人就說在公園 因為剛才我沒有聽完的 有部份東西我就整理了出來 有人說在公園 但是你說在公園那裏 會不會open成這樣啊 會不會open成這樣啊 他還說肥婆每天 帶一個男人去示威 基本上他是覺得示威這件事有效才會做的 這兩個人在埋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啊 有照片又不給人 有私隱可能拍到自己老公呢 他說還去人家家大吵大鬧 有監控的圖片啊 等一等啊 讓大家看看監控的圖片 我唯一找啦 這個呢 就是監控的圖片 拍到呢 是疑似是河馬啦 是不是呢 其實他都 好癲好喪的喔 你能夠去到人家家大吵大鬧 你手上沒有籌碼 你是不敢做這些事的 那就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河馬當時應該是有了的 如果不是有了的話 他不會那麼有信心 過去人家家大吵大鬧 就是我問大家一件事啦 就是換轉 就是我們一個很正常很合理的思維啦 你沒有籌碼在手 你會不會 就去做這些事件呢 去人家家大吵大鬧啊 叫人家的大婆接受你啊 那當然就是肚子有事才會這樣做啦 那就是11月左右的事啦 在人家的檔口 那裏又是報了一段時間啦 這段時間 按照昨日的消息來說就是一個月左右啦 後來 他在2月份的時候 差不多2月份的時候 2月份的時候 認識得可白啦 那跟著2人呢 就極速發展成為情侶關係 發展成為情侶關係之後呢 就發生了一些特別的關係啦 你來到這個點 我們就重溫一下這一段的內容 你知不知我老公初初都不相信我 其實後來真是 知道我是一個很好的人的 現在就不知想跟我生多個兒子 生多個BB呀 第一 他是一起了第1個月 就說中了 一起了第1個月 但是他是2月的時候 這個時間不會錯啦 2月的時候 那為什麼可白會懷疑呢 那也很簡單 第一個月而已 一撥就裝 可白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呀 天天都5次呀 這裡我有理由相信 他可能用了一些 神秘東方力量的配方 神秘力量的配方 令到可白能夠有這麼強的精力 去天天播種 因為 你 很簡單很合理啦 真是很合理的 一個阿伯 你說他手生如玉了9年 草草埋賣 9年的精氣 就一次過在河馬身上 釋放出來 能不能夠 一個月內 一日 有兩三次 連續呀 這條腰也不用了啦 對不對啊 等等啦 你如果按照這樣的道理的話 可白的懷疑也是合理的 就算你用了好湯也好 用了好湯也好 用了魔法力量也好 你去這樣玩 可白一定會懷疑 可白其實不是傻的 他比你和我想像中更加聰明的 只不過有些事情呢 他選擇 眼睛開 眼睛閉 大家不要以為他愚蠢 他也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 你看到他現在的直播 其實他是 很強硬地都要出聲的 就算他不想說話也好 他也要出聲 因為他知道他不出聲的話 他就沒有任何價值 第一個月就以為自己真的中了 是幾誇張的事 你這樣去搞法 多謝10元的課金 邊吃飯邊看我們 何馬這張照片都能夠勾引男人嘛 喂勾引到的 你看看 有人就說 稱讚他漂亮的 各花入各眼 有些人喜歡 肥膩的東西 我們這些正常審美觀 有些人的審美觀跟我們不一樣的 我真的以為中了 他推遲了來的資料 推遲了整個星期沒來 我不是跟你說一聲 不知道是不是中了招呢 可能有了寶寶也不頂 你檢查一下才知道 你檢查一下是不是有了呢 他說這回事 他怕死死了 當然是怕死死了 你那個款式 你那個格 可伯只想玩一玩 怎知道玩到這麼大 你生多一個 怎麼玩 自己都知道自己事 你去到70多80歲 你不要說我口臭了 還有多少年命 以為我騙他 以為我跟誰 陀了要他形 這樣怕法 說真的 可伯的擔心不無道理 因為你這個時間點實在太接近 現在我們 叫上帝視覺這樣看 但當時可伯的懷疑 是沒有錯的 懷疑是沒有錯的 當時雖然我身亡 他都想過我的心 但是 所以 他現在是把自己落寶寶的罪惡感 放到可伯那裏 可伯 何軒哥要改名何常威 去拍九品芝麻官 那天搞完他 第二天就中了 劉天爺現在就是懲罰期了 他現在三四個月死 想和我友 他都沒有 因為人所以說了 說了那些說話 那些說話 你想想 他這一句 這一段 這樣的說話 是多陰險 多毒 你想想 關不關 圈哥 大家覺得這件事關不關 圈哥根本也不關 圈哥 其實是做接盤的 但是他連天也扯上去說個圈哥 你覺得這裏是不是一個 一個很厲害的套路呢 然後跟圈哥說 你生不到兒子的啦 你死了條心他啦 他不是生不到的 他生到的 他是能夠有寶寶的 我自己個人角度 我是覺得他是有籌碼才夠膽去做這件事的 一個沒有籌碼的小三是不敢去到 叫人家老婆去接受他的 這個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你沒有任何籌碼和人吵 你不能夠大條道理這樣說 為什麼他能夠願意去做 因為人家有個檔口 他算到數 有沒有錢他自己知道 他不會鞠住九年 應該會持續去嫖 那這裏 他有沒有嫖 我確定不了 我假設他鞠了九年 就找一下河馬 去發洩 就算你鞠了九年 都不會能夠一炮就中 摺盤俠 稍後 看看這一段的東西 這一段 有人鋪了出來 他就問他 這個位在水那邊 他就說 河馬去做什麼 想找那個老闆 然後他就說 哎呀那個河馬 天天守著男人開檔 當時 他天天守著檔口 他就問他有沒有朋友 第二章 他就問他是不是80後 然後繼續說 這隻河馬他主要是騙錢 他其實都不知道他幾多歲 不過 說話那個 就說河馬 自稱44歲 有沒有認識他的朋友呢 其實 當時來說 當時來說 應該是沒有人會認識他的 但是都有人拍下了他 你11月的事 11月的鋪 你這些這樣的圖片 其實就沒得換的 這個鋪一定是河馬來的 不會是提前的 其實他都很厲害的 你想一下 你本身明知自己身有屎 結果你 你怎樣 你這樣在網上玩 他完全不怕 無威無懼 其實我留意到一件事 今天 這些直播 其實他之前來說 他之前來說 其實他會是有部署的 他一見到你無良軍師出的私訊 又或者有些爆他了的直播 他自己都會開場直播 頂走你的人 是不等你做他轉播的 他就是經常這樣來玩的 但是這次沒有 是有點內人尋味的 這裡可以說個小道消息給大家聽 他現在就在大陸住酒店 這個真的是小道消息 我聽回來的 他在大陸住酒店 然後國內的黑粉寶寶 不是 國內的中粉寶寶 又是好想去找粉絲送禮物給粉絲 接著他打電話去了他住的維亞納 結果大家知不知是怎樣 何馬應該跟前台說 任何人過來找我 都不要爆我的訪號給他知道 我們是大明星 國際級的大網紅 你如果是爆了我們的電話 或者爆了我們的訪號 我就告死你 結果前台就說 如果你講不到訪號的話 我們就不會跟你轉接同博上去 變了他下了order 基本上是可以確定得到 他應該就是所謂住的那間酒店 那間酒店就很便宜 他現在天天不停在住大陸 就沒什麼回公屋 職業騙徒怎會這麼容易 有BB肯定說謊 我才開放以來 厲害過連續劇和電影圈 不律不是最佳男女主角 而是最差的男女主角KOL 其實我先做了對方的事 等一等吧 其實你 等等吧 有些報料我看看 我看看 有人報的資料 不知能否說得 不知能否說得 可不知能否說得 我不管了,我稍後再看 其實他有機會是所謂的騙子 簡單說,如果你都敢這樣做 那怎樣能確定你的圖有沒有東西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一份報告 他可能去到最後叫人去接納他也好 或者是給他生個BB出來也好 其實說到最後可能就是要錢 但可肯定是不會接納他的 然後他跟你說過肚子有的BB 那是不是就可以問人拿錢去下了他 然後就拿一個所謂的營養費呢? 有B和沒有B都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恐怖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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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想脫掉他,他知道你住在哪裡,他天天嚇你門,想起都心寒 天天有隻河馬,午夜空靈,他站在你門口,零零流了,暗你門中,叮噹,叮噹,叮噹,這樣來玩 你不死,嚇到你精神失常,然後你晚上開檔,你的午夜空靈又坐在檔口,天天看著你,叫食物,叫另一個男人過來 我現在想起我心都寒,這個是所謂的恐怖情人 這個是所謂的恐怖情人,如果我這樣說,今次香港這個事件是曝光了出來的 曝光了出來之後,就不會再有下一個受害者了 所以我們經常說,河馬一定要百年好合,和可伯永傑同心,這是沒有錯的 我想一下,如果下一個,下一個又是這樣的話,而且他不介意的,你要知道 他是有香港身份證的,他有香港身份證,其實他是有條件找些好些的,不用做小三 但他不是,他是向錢出發的,因為你開這些檔口都不會差到去哪裡 大家說是不是,他自己會計算的 所以你其實每一件事都拼在一起,一開始有很多資料雜片無章 但很多事都拼在一起,整個故事就出來了,真相就只有一個 他說當時他的老公不理他之後,河馬還跑去報警 你這些死黑粉啊,經常去報警、浪費警力 我們明明就是良好市民什麼都沒有做的 喂,那你報警報什麼? 我不知道你報警報什麼,如果是這樣 很簡單這樣說,你做人小三 人家的老公不理你,你去報警報什麼? 喂,阿蛇,我的男朋友不理我 然後阿sir問為什麼? 他有老婆的,他老婆不讓他見我 跟著阿sir怎麼說呢? 你那個報案理由肯定就是浪費警力 如果這件事是屬實,他報案的理由一定是浪費警力 喂,大哥,你自己都這樣玩,你還在說大陸的黑粉寶寶這樣 喂,你11月就這樣玩了,大陸的黑粉寶寶都是關心可白 你可白沒事的,別人報什麼警 你香港那邊也是的,沒事報什麼警 即是說這傢伙是玩慣這些東西的,是一個慣犯來的 他知道怎樣玩怎樣做的 那我就明白了,我明白為什麼他去到派出所好像賓治如歸一樣 你正常人去到派出所怎麼會這麼賓治如歸? 他做得到 那就是他去開派出所的 你公安怎麼會去處理這些家庭事? 除非他反過來,公安要捉奸 但也不可能,公安未必會跟你捉奸 那你講來講整件事,你的報警理由本身就不合理了 你憑什麼報警?你又不是別人誰? 別人在自己家裡的報警? 你一個人包圍別人全家 這是慣犯來的 你看到現在開始有這些事件爆出來 那我也明白為什麼 之前有消息傳出來 就是陽光那邊的名字很臭 那我現在明白了 你玩到這樣,你的名字還不臭? 臭到爆了 我開始理解得到 你說老公、做老公、做老公、管家、小三都可以 那你很明顯看到他是這樣 基本上整件事整個故事是拼得完整的 那你現在可白了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想密識一些比較有錢的男人去屈一筆 但是,就是獵犬終須山上喪 啊,遇著這個可白了 可白一開始就已經沒有打算給你100萬 只是打算給你看 那個定期他知道的 他肯定是知道的 雙簽他也知道的 其實現在是一個大家都是互相簽大家 但是他很明顯現在是一個輸家 他是新大名裂 可白還有地方去的 你說跪著回子女那裏 認錯哭了 那他老人院一定有著落的 我告訴你 他老人院一定有著落的 但是以現在來說 賀馬就沒有那麼多退路了 你想一下,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他還想在網路上賺錢和生存 還有啊 你也要知道一件事 平時如果你是踩到他的尾 他第二天就出來少你了 對不對? 今天香港 全部KOL都說 河馬人盡可夫 河馬有沒有還拖? 沒有還過拖 多謝方吉馬 河馬沒有還過拖這一點已經很奇怪 大家覺得他明天會不會還拖呢? 還有啊 他現在是能夠直播的 為什麼? 你想一下 他可以在國內繼續開Youtube 公安未必會是不給的 他用數據的嘛 這些灰色地帶來的嘛 他是香港人持香港證的 但他現在不開 抖音、微信全部都不開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會不會是有一種可能性呢? 之前他開Youtube直播 或者是抖音、微信直播 他又覺得是自己的生意 然後他在做直播的時候 他又覺得我是鬥氣的 他的心態是鬥氣 然後就和你的網民死過 要賤到你的黑粉收皮為止 但現在不同了 今早他們的直播在說 哎呀最緊要完成任務 是什麼任務啊? 每日有什麼任務給你做啊? 你能夠說得這句說話 你當了每日的直播是任務 那會不會真的有人給他錢呢? 他每日做某些事情 就是每日 拾兩三個給他做 拾兩三個給他去做 即是拾錢啊 籌期啊 拾兩三個給他住酒店 他每日就完成一次直播的任務 然後呢 跟著呢 他就當了是打工 因為你看到他的心態 是很明顯變得很厲害的 喂 他之前牙斬斬那樣 他說 你呀你們呀你有本事就轉播 我播了24小時 我三天三夜都不睡 我播了8個小時 現在呢 有沒有這種底氣存在呢? 多謝科金支持 有沒有這種底氣存在 沒有再提過了 喂 好老實說 我想看你播足24的 當然我會睡覺啦 我睡醒就繼續開播 我想你試一下 喂 你能夠試到也是一個創舉 但是他沒有 後來來到最近的直播 你不要理 是不是有人去捕他 他最近兩場直播都是40多分鐘 他當交差而已 他一開始就播了一大段語音 播完語音之後 罵一下你那些死黑粉 去到最後暴露位置 就等人過來 一套連環拳一套組合拳 根本就沒有任何營養和內涵可言 他可能就是所謂的一個比較低級 層次比較低 他就算流量跌下來也接不住 這波財富的得不配位 吃不到還要搞到一身危險 多謝十元雞的課金 你說可能會覺得冷血一點 你說可白這樣 子女都不要理他 不可一不可再因為太醜 敗壞家聲 始終是叫做人家的家事 始終都是人家的老爸 可能人家多多少少都會念親情 那現在這個事件 演變來這個位置 他兩個分不開 可白不肯分開 可白不肯分開 河馬只能夠一直拖著這個高藥喉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爆料一下 太離譜了 我們都看不慣他 把香港搞到烏煙瘴氣 你捉奸的時候有沒有想呢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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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她說 是個女人是河馬主動找 主動找個大婆的 還說叫她接受她 大婆說我怎麼可能接受她 是不是呀 以這句說話來說 就是覺得可能有籌碼 或者她是想入到來 撐錢 總之進來才算 但還有她有香港身份證 香港身份證 對大陸來說應該也有多少吸引力 所以你整件事這樣看下去 只是這句說話 單以這句說話來說 我們怎麼想都想不明白 想不通 我未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是能夠說得出這種說話 當然 她有她厲害的地方 她是能夠被人拍照 大家是有發生過關係的 而且不是一段短的關係 是維持了一段時間 那到底這段關係是愛情 還是有目的去做的呢 這段關係 我不知道 等一等 有段片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去感受一下她當時那種恐懼 她故意 你兩個人來買複製 什麼啊 福音啊 福音啊 婆婆仔 哎呀,我都麻煩其他日了 現在正在開直播 啥啥啥啥 你真是呀 我看你講完 我手拿著電話你拼我 很容易掉電話 每日你看到什麼 真是嚇死人嗎 你真是呀 不用走,我以為你是黨員 我知道你黨員,你陪你吧 直播的吵架 這條片是當時在陽光 你再看一次 她是可白,不斷拍一拍她 正常來說,你被人拍一拍,你不會去到這樣的狀況 即是她本身已經處於一個怕被人認出兼且恐慌的狀態 為什麼呢? 會不會是她現在去的地方很接近她以前男朋友的出沒地點 然後可能她怕有人衝過去打她 你要知道,人家是捉過姦 捉姦都沒有打你 現在再打你也很正常 人家可能不知道你在香港這件事 是你最近才這樣玩 最近才知道 如果是這樣也能說得通 當然她明天出來也會否認 即是我跟你說 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 她是 即使出來否認也很正常 無論是否也會否認 繼續吧 什麼事? 福恩 福恩 老婆仔 哎呀,我都反漏第二天了 現在正在開直播 正在開直播 正在開直播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看你講完 我手拿著電話,你碰我 很容易跌電話 我看你見到什麼 真是嚇死人嗎? 開心嗎? 不用客人 在這裡 我以為你講完而已 我知道你講完 我來控告你 哈哈 直播她的吵架 好高 你直播 可白其實沒有說什麼 我又不覺得可白是嚇死她 即是你男女朋友 你逛街你拍一拍 不至於心虛成這樣 即是你如果你是要嚇到這樣 其實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本身是心虛 等一等 因為如果你不是心虛 別人不會拍一拍你 就是這樣的一款 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的原因 當時在陽光就是這樣 可能去到別人大本營 有拍到竹間的照片 但有她老公就不發出來 然後她反而就說 是不是有了你老公的寶寶 反而她就說沒有 屁都沒有一個 她說當時那個女人 就是說自己有了她老公的寶寶 這裏呢 我們這樣想 有和沒有 其實可能都不重要 站在她的角度來說 因為她覺得你本身就是破壞她家庭 你有寶寶你就自己搞掂她 跟著她說得出上面那句 她已經覺得你是一個很恐怖的人 有和沒有對她 在她的角度來說不重要 但站在河馬的角度來說 她覺得自己拿著一個籌碼 如果她不是有寶寶的話 她不敢說出這些說話 還有 就算讓你入到門口一起住 你覺得別人的老婆 會不會被老公跟你睡覺呢 也不可能 即是說她入門後 她沒有辦法令自己懷上寶寶 她只能夠透過這個籌碼 變成可白有機會做接盤俠 她應該不會回應 她還沒想到怎麼回應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震撼的消息 今天播完 聽下肯定也是全部網台都會說這件事 她根本是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所謂的還拖 還不到拖 那怎麼辦 只能夠當沒有件事 不回應就是最好的回應 她現在的想法是這樣的 楊光7號到底是多少個 什麼楊光7號 然後大家如果記得 河馬經常都說自己是一個很保守的女人 原來保守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麼隨便 每天可以帶不同男人 過去激自己的前男朋友 但是激不到 她自己說的 她說老公不管她之後 去到我店對面吃東西 一晚一個男 其實很明顯就是想激人 但是別人的老婆在這裡 你不是想著 一晚一個男人 就可以激到男人跟你在一起 這件事也是很幼稚的事 這件事也是很幼稚的事 而且是不會成功的 好 繼續吧 你都猜到她其實說些什麼 她一定說別人是屈她的 她說那些相片是P出來的 AI的嘛 是說告死你的 這個就見到了 有個監控 五夜空靈過來拍門 早上就出現了 她也挺恐怖的 你想想 她早上就去你家 晚上就去你家 說你溫神的 趕也趕不走 你對於那個大婆來說 其實是很煎熬的 你想想 這傢伙每天都出現 每天都出現就算了 她竟然是能夠又去你家 又去你店舖 根本是去到哪裡 她都好像一家人一樣 你明白嗎 恐怖到 她雖然不是你的家人 但是每天都在你面前出現 整個月啊 哈哈哈哈 你是多了一個河馬做你家人 哈哈哈哈 好繼續吧 接著這張 她說自己是當事人 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她這個賤人 她說可以做到這樣 這個女人簡直不是人 她說這個已經是去年的事 就是去年11月 可能再之前少少 但是都不會前到去哪裡 如果她是有肚子的話 她去到街市 她很心急就想找人接盤 你接了盤之後 就會出現這樣的事 這裡 我其實想到一個細節 我先喝口水 我想到一個細節 當她和可伯BB事件後 450萬沒了之後 然後可白反而反過來說要跟他結婚 其實當時他應該已經不想跟可白在一起 後來可白就跟他說 只要你跟我一起我才可以追回我450萬 這點可能就是他縱伏的一個點 如果當時他能夠原來納馬不參與450萬 基本上來到今天來說不會演變成這樣的地步 可能當時是貪心了 以他的角度來說可能是貪心了 如果不貪心的話他就可以脫開可白 因為BB也沒有了 也接不到盤 反過來是可白求他結婚 之前他叫人結婚後來可白不肯 後來可白又再求他結婚 他沒有個BB是沒有任何理由要跟他在一起 他還可以脫身 他3月11日才叫大家註冊 你簽子之前你都可以反悔 你去到你不想簽就沒有人逼到你 強賣強賣嗎 你說有些只有幾百訂閱的台 看中的流量 夾錢給他開播 他的影片就用來幫他的台宣傳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能亂說 但是我自己看 他現在是當我做任務 如果是做任務的話一定是有人給錢 他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鬥氣去做的事情 我會不停去做 但是如果收錢的話我就不會益你了 你拿我的東西去賺錢 你拿我的東西去賺錢的話我不停播 我怎麼會益你呢 你有本事你自己出來說 多謝78元的課金 這位朋友就說 河馬這個人真是太恐怖 叫我大可接受他 他報警可能說人強賣他 真的是 是否強賣他 我不知道 你報警的原因我一定會知道 但是他能夠找到人上來報到警 是成功有警察去到的 他肯定玩了幾次 他玩到別人知道你玩東西才不去 不然他一定會一直用這招 他現在是想進別人家裡 你想一下 我報警說什麼 難道你跟警察說 他搞大我的肚子 他要負責 警察不理這些 這個報警的原因肯定是一個作出來的原因 浪費警力 浪費警力 河馬做任務就是開直播 所以他現在如果是收錢開直播 他就不會開得那麼密 他沒有錢的時候 他會拼命跟你開 因為他覺得是自己的事業 反正現在都開不了盈利 我逗你人工 我就說一下說一下 你說 你說 有些什麼叫我說 就說 我之前都說 說幾句 你國安未必中 那河馬 是很明確來說 就沒有說犯法 坐牢就應該不會 那嚇人憎 我知道你們這幫犯骨仔想什麼 不用說 我的角度就是 現在暫時來說 他仍然都只是叫做 嚇人憎 未去到說一個真是犯法的點 就算商場的廁所直播 我好像都不是很重 那個理由不是很重 就變成沒事 因為他沒有拍到人去廁所 最拿命的是這件事 噢 他主動找人老婆應該想激大婆自己開口離婚 然後自己名正言順 做仕頭婆怎知道別人不理他 就天天發瘋 就出現在別人的店鋪 和馬11點10分過關 過關去哪 我們看看 有新料嗎 我知道你們這幫犯骨仔說我燈了 我找一找 我找一找 咦 有張照片 有人說他過關 剛剛過關回香港 看來是想開直播 還拖 他覺得要回香港開直播 還拖 他不想說他在罵啊 有這個機會嗎 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我找到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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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 等一等 有人說他現在正在回香港 這個方向是否回香港 香港那邊的關 我還沒在這邊過過 各位告訴我 是否回香港橫坡 好像回香港橫坡 我看一看 我找到圖了 如果他回香港橫坡 我待會回家也會照開直播 我這場完結之後 我都會照開直播 這樣就玩了 又想屈蛇 你現在這個時候回香港還不是屈蛇 為什麼他要這個時候回香港呢 這是不是回香港方向 四眼仔 四眼仔 柯南那張我來的 他應該找個地方想直播 他應該是想還拖 喂 等一等 我看看 我看看 阿水的篇章有沒有開直播 我跟他講一聲 應該是想還拖 回香港 我找一找 你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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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回香港方向 是回香港方向來的 是回香港方向來的 喂 那現在 現在 是不是開戰 他跟阿水 哈哈 因為 你要知道 這段事情 其實是很震撼的 這個直播 剛才阿可白有沒有看到呢 可白知道嗎 如果可白知道的話 整件事就內人尋味了 如果他兩個人開片的話應該也好看 可白很明顯就是坦克 可白能夠怎樣打得那河馬呢 是不是拔個尿袋出來做流星鎚 打河馬呢 這次真是潑他裝水 哈哈哈哈 沒有行李啊 不是即時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的 那張照片 我不知道 因為是網上的資訊 我是證實不到真假 我是證實不到真假的 但是照現在這樣看 也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我們靜觀其變 哦 這張照片是回大陸的時候 哦 哦 哦 這裏澄清一下 這裏澄清一下 剛才那張照片 是他回大陸的時候 阿水那邊剛才跟我說了 是回大陸的時候拍的 不是現在回香港 就是不要那麼興奮 不是河馬半夜環拖 我以為他環拖 不是河馬半夜環拖 我以為他環拖 對了 我們說阿水哥用信封法律師信給他大陸收 這個我知道 我知道 是信封寄給他 說回這個事件 他說他年底已經勾到可白 聽人爆料說 天天在街市找男人 他說他在陽光鬥了幾個月 可能回香港才勾到可白 因為他之前嫁到香港 所以身份證都換了香港 問他知不知道他在陽光結局幾次分 他說身份證是否叫什麼什麼 他說之前沒有問他 自己也不清楚 還有一個 還問他有沒有得爆多些消息 還說自己找了河馬 沒有回覆他 他說到時出發 不是找河馬 應該找爆料 沒有回覆 這個爆料來到這裡 應該都已經七七八八了 就是這個 新男朋友 威 等一等 看到來這裡 整件事 那個來龍去脈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 都清楚了很多 現在來說 有些人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話題 是什麼話題 他就說 喂 能不能夠這裡有沒有陽光的朋友 有就回到陸挖他的黑材料 你這張圖片 現在有些人開始提議 喂 不如下次去抓小精靈那些 就印了他出來 然後就跟河馬說 喂 河太我們是你的粉絲 好不可以來簽個名 一對給他 就是這一張小三 專門破壞別人家庭 喂 應該會生死他 這一招 又是所謂的 一口砂糖一口屎 一口砂糖一口屎 在河伯身上就試過 喂 河先生 下一句 就叫他回家 然後河先生很生氣 如果你走過去 喂 河太我們很支持你的 幫我們簽個名 可以嗎 然後人拿著這張 拿過去給他 我想他會激到死了 動手打你多次 哈哈哈哈 應該會動手打你多次 拿著這張過去 你說不用畫有人有整套材料嗎 是不是整套他的材料我就不清楚了 不過以我所知 以我所知 他的資料 他的個人資料 不是那麼簡單 以我所知 這裏要賣下關子 以我所知 他的資料 就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單純 對 不是肯定遠比大家所想的 更加複雜 他的資料 大排檔那張更好嗎 那不同 你這張好像神經病 哈哈哈哈 我真的以為他還拖 剛剛有人跟我說 我還沒在香港那邊過關 澳門那邊過關 我自己也不記得很清楚 你一口砂糖一口屎給他 現在有些黑粉寶寶 就已經開始說想組織旅行團 河馬賺食一日遊 帶你深度了解河馬賺食之地 一日走訪陽光及屯門景點打卡熱點 早了報名還有湯包送 那如果他們真的找到程村 然後人家真的組織旅行團 一隊去河馬賺食的村民訪問 你說河馬會怎樣呢 那麼大條村 一定會有一些八卦 又口疏的人 願意收少少的報酬 就去說河馬賺食 如果說出來的話 河馬的腦底不被爆了 他也控制不到村民不說話 幾塊水不行啊 一千元行不行啊 去不去呢 早過羊光找食團 羊光吃什麼的 不是豆豉 是好像真的吃蠔的 羊光吃海鮮的 羊光海鮮團 找旅行團會不會便宜些 然後直去程村 一日遊 大家就好像玩遊戲機RPG 就去找村民不停聊天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這樣玩的話 我覺得對他的精神傷害會很大 好繼續 团費應該也不會很貴 包裝車過去而已 不會很貴 羊光是吃蠔的 剛才說過羊光吃蠔的 你說 除了這張照片 曬小鮮肉給可白 嘩你這招陰毒啊 你這招陰毒啊 我剛才也想不到 你這招陰毒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再說一次 他說除了這張照片 曬小鮮肉給可白 還要跟可白說 咦小鮮肉不是你來的 小葉姐說 是會跟他結婚啊 還不是你嗎 可白你很年輕啊 有你年輕的照片啊 你這招陰毒啊 你這招正啊 我剛才也想不到啊 你竟然能夠想到這招啊 啊 好像這招陰毒啊 這是我新男朋友 他給你還年輕 還想我嫁給他 你這招陰毒啊 你這招陰毒啊 還不認真地看 嘩還不激動他 拿一把傘咬你啊 他這樣啊 喂不得你啊 你們這招人 竟然能夠想到這招 我開始佩服你們啊 我剛才我自己也想不到啊 啊 等一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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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一段一樣啊 何先生 你好 你好啊 我想要你的簽名啊 然後後面呢 他就會這樣啊 你想想啊 你如果去對比他呢 他也是這樣的表情 跟你很近距離接觸啊 你整個過程一定會很過癮的啊 你想想 你這一段你換了是給簽名的 你會怎樣 何先生 你好啊 你粉絲來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啊 你快點幫我簽個名 我很支持你們啊 加油啊 永結童心啊 然後他還要罵你黑粉啊 這樣很棒啊 很拿命啊 我已經想像到他的樣子了 好瘋啊 你們 你真的很瘋 這位觀眾想的事情很厲害啊 大佬 你這壹事啊 你過了啊 爆到這樣啊 明天開直播都不知道有沒有面見人 不過不要緊的 可白是不知道這件事的 我覺得 可白是肯定不知道這件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始終認為可白現在沒有手機在手 他一看不明白又不懂 但這兩天呢 可能河馬要偷偷地躲去看youtube 因為這件事是一些他不想面對的事 他不想說的事 如果他是要還拖 今早就已經還拖 到現在為止 仍然沒有出過任何聲 也沒有在自己群組說過任何事 好像完全放棄了自己的粉絲群組 整個動作行為是很奇怪的 可能他那個抖音也在坐抖音監 還沒放棄 我們等下看抖音會不會出現 抖音的話 一出現 其實都會是扮可憐 沒什麼特別的事 大家就叫做玩玩元氣彈 多謝50元的科金 有幾個Banner昨天 你說要支持他 你如果拉著Banner過去 他都催你不將 拉你不長 大家說是不是 你拉著Banner過去 他催你不長 難道他打你嗎 他碰瓷碰你 你這塊Banner這麼大塊 你有人錄著 他撞你 你再告他回頭 多謝送給你報料方式 你去我的email那裡 多謝送出會籍 你去我email那裡 我發個email給你 你想報料嗎 你等一會 我看看有沒有收到報料 河馬在大陸幫可伯換了電話 開回個新帳號 千與BB小三與六 這個我覺得沒必要 多謝100元的科金 河馬直播都給大家洗版 怎麼會聽到 他自己會看的 你覺得他會不看我們的直播嗎 不看我們的直播不出奇 但是無良那邊一定會看的 他怎麼會不看 等一會 我發一發個報料的mail出來 既然有人問 我現在發出來了 我現在發回個字 如果有東西想報料的話 你就傳email給我吧 我的mp又找不到嗎 MP沒有嗎 MP發不到錢嗎 我看看 勇士看到他們兩個 很大機會 不會的 我這樣說 你如果看到他 你去直播的話 其實環境聲太大 他聽不到的 你手機在那裡播東西 他聽不到的 你播來也沒意思啊 不然會浪費電 你不如印個banner給他算吧 我再發多來一次 這個應該夠清楚了吧 你與其在他旁邊播的東西 他聽不到 人又龍耳又蒙 怎會聽到 你印兩張照片 跟他說 明星的照片 喂可白 我們是你忠實粉絲 首先 你要接近他 你一定要說好話 你不能夠第一句叫他河馬 就是現在教你了 你接近他 你要支持你的忠實粉絲 不是 你要支持你的偶像 你就不能夠叫他花名 你第一次走過去就叫他 何生何太你好 我們是你的粉絲 我們想找你簽名 行不行啊 我們很喜歡你的 哈哈哈哈 然後你一下子 他兩個收到之後 我告訴你 他兩個收到之後 你要馬上退後 你不要接近他 你要馬上退後 然後再錄 不要錄 不要錄 你錄住你自己 如果他過來打你 你拍下你是被人攻擊的 你不要 你一給了他 你要退後 你明不明白 你不能夠和他太過接近 待會 阿可白 和你耍一套喉拳 那怎麼辦 阿河馬 和你整個河馬流星拳 那怎麼辦 你不夠他打 你說 可白 和太好支持你 很喜歡你們 幫我們簽個名 馬上退給他 退完之後 我們走開一會 你簽好給我 如果不然 你會中這個河馬流星拳 是啊 我現在 我現在教大家 怎樣支持你的偶像 那你追星 要明明追星 要尊重人的 這個應該挺暴擊的 新加坡粉絲團 你還要加多他 是啊 我支持你們拿回450萬 我支持你們戀愛自由 我支持你們兩個一起永不分離 其他可以不用說 但你一定要說永不分離 這件事是我們台的宗旨 我們支持他們永不分離 現在 組團的手褲 按著T恤 你按著T恤 你就太過有攻擊性了 你按著過去 整個河馬頭的 他離遠見到你都走啦 你現在 你現在 你拿手機對著他 他都撇啦 他還跟你慢慢玩嗎 他是很聰明的 他兩個現在很有經驗 我建議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年紀 以前那些年代 那些人去追星 一定拿著照片 找明星去簽名 看到他對給他 簽完就拿走 那你們 可能都有些年紀的話 你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很合理很正常 你是不是支持他 我好支持他們 尋找河馬家鄉的故事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去咯 應該會有人去咯 應該會有人去咯 哦 路人甲月秉掃他周圍 看Youtube 捉小三片 應該不行 他聽不到的 你隔得太遠 他聽不到的 你要控到好賣才聽到的 你那些雜聲太大了 對 做閃卡 能不能夠做到河馬的閃卡 我認為在淘寶那裡 做應該不會很貴 做一批河馬的閃卡 然後拿去給他們簽 對 肥婆當然有市場 有人喜歡肥婆的嘛 香港人很忙 90後就不留行簽名了 是的 我個年代也沒有簽名 我年年28歲 多謝15元的課金 他們未必肯簽 他們心想 怎知道你拿簽名來做什麼 喂 這個 如果他們懂得這樣想 他自己是有一個所謂的 防騙意識 怎樣防騙意識 就是他欺騙人多 欺騙簽後 就會很害怕你不知道拿去做什麼 陽光網軍網對團 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這些不做了 山場水園 在家裡涼下冷氣就算了 是他們直播才要餵蚊 我們直播是開冷氣 穿外套很冷的 他們就要穿小件 哈哈 這樣說 他經常說減肥減肥減肥 看回他以前來說 真的挺肥的 整個波 真的像一隻河馬 如果照現在這樣比 現在真的瘦了 哦 你說希望香港01會到陽光起底 我不知道會不會 這些人家媒體的事 我帶團要收團費的 我自己也要賺錢的 有些人還說要帶個大喇叭過去 現在這件事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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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紅書開始發酵 我找一找 我找一找 等我一會 他這件事開始在小紅書發酵 有些人就開始出片 在小紅書 在抖音 我找一找 我給你一張圖看看 人家跟他出了 人家跟他出了歌 配上歌詞 這件事應該是小紅書 陽光某村 搭上人夫 有了BB之人妻 公出CCTV何太送外賣影片 是啊 就是這樣 現在有人這樣玩 標題就是 前世最怕有人提起 愛在記憶中抓你 就算是枕摩伸盡手臂 我們也有一些距離 哈哈哈哈 已經有人放上去 這樣玩 他這件事會發酵得很嚴重 其實 那班二五仔 不知道二五仔還是幫他的人 就在這裏說 有點熱 笑到有點熱 就在這裏說 就說了 阿可伯很慘 或者 河馬他們兩個人 你們沒有什麼必要 趕盡殺絕 但這個 這個論點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人 已經意識到 原來大陸 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們兩個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現在很多人 就開了帳號 然後就不斷鋪他們的東西上去 但我告訴你 最壞的情況 對他們兩個最壞的情況出現了 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 他們鋪完之後 發現這個是流量密碼 無論你什麼帳號都好 你靠河馬喜好是可以的 就是說你只要把 抖音 Youtube的影片放上去 然後你的帳號就有很多人看 很多人訂閱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有一批人利用河馬去起號 這個對河馬來說是最壞的情況 因為你鋪得越多人對你越反感 你去到大陸你都變過街老鼠 我們有個TG Group的網友 他跟我說 鋪那支河馬的影片是新號來的 竟然一晚之後三條片加上有2萬多的view 新號有2萬多的view 是一個挺恐怖的view數 如果是用來起號的話 何馬你大鑊 現在何馬你大鑊 別人鋪你的影片是能夠起號 即是你那些臭檔的東西 是否被人放上網 現在這樣說出來好像在害他 好像現在有很多人會開始今晚 開小紅書抖音 去鋪 怎麼搞啊 臭明遠播 真是 臨風我謝謝你先 他叫自己做千語 他說自己喜歡臨風 我們亦有一聲距離 他去到陽光那麼害怕 當然是有問題 怎麼會沒有問題之下 那麼什麼啊 等一等 我看看 附件太大加微信才給到我 我看看什麼了 有人報料 等一等 我看看 有個報料 我正在看著 我正在看著字 我正在看著字 你等我一會兒 愛在記憶中找你何馬唱歌 放了上粉絲群 我正在看著字 我正在看著字 愛在記憶中找你何馬唱歌 放了上粉絲群 何馬有三個姐姐一個阿哥 大家姐和阿哥去到站江 還有個不知二還是三姐去了廣州 都是和何馬一樣 從小就找人笨那隻 說他們幾姊妹在村裡都臭了 噢 有條片 有條片這樣說 他看到這條片 他上傳給我 然後這條片說 附件太大 還給不到 啊 6分幾鐘 大概是說這一點 那說他那些姐姐阿哥的事 我就是 我就是 驗證不了 我懶得說 因為始終人家是家人 所以說回何馬的事 說回何馬的事 現在已經變了流量密碼,基本上它的處境會很惡劣,大陸也不能生存 很簡單,你在抖音播完,看完你河馬,人家就會推回河馬的片給你 然後河馬的片全部都是出街發,罵可白,回一回帶 其實回帶這件事我有時候都覺得頗煩 不過原來有很多人就說如果不回帶的話 有時候你叫做會忘記了她說過的東西 其實要回帶她的河馬語錄可以播半個小時 就是她的粗口都已經佔了不知多少分鐘 你覺得6月7月是河馬本來的生產期嗎 這樣計算吧,11月 11月如果到現在8月的話應該是預產期了 如果她是有了的話,難怪這麼邪 有些導友說見到河馬身邊有一個幾個月大的小女孩 然後我問她說你連幾個月大都看到嗎? 她說是呀,在哭咯 然後老何太就跟著河馬 總之兩個人加上有4個來看 但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不想看到,我不懂這些事 別搞我,我看不到 人家的導友說就這樣,幾個導友都看到 有沒有這個可信性呢? 就算是其他群的人走來說都說她看到 那就恐怖了,大家描述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說河馬的阿哥是正常嗎? 你說你新帳號一條片兩萬,訂閱一日都過兩百 如果你是想在大陸的影音平台發展的話 你鋪河馬的影片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即是她能夠幫你快速喜好 我出了一個新號?我沒有出新號 我說我大陸沒有出新號 如果大陸的頻道不是叫日更頻道 又或者叫樂基的話 基本上那些都是偷我的影片 沒有經我同意的 不過我懶得管 但以我所知是有人假扮我的 多謝25元的課金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大陸出了律師信 現在是香港一份 現在是香港一份 大陸一份 就要寄給她兩個 這個我知道的 好了,要回帶嗎? 要回帶嗎? 其實不用回帶嗎? 今天都播到差不多時間了 要回帶就現在要回帶了 大陸大陸的律師信 我知道了 看看她明天怎麼回應 但我認為她從昨天開始 就不會再做太多回應 因為現在她的直播其實都沒有什麼內容 不知道她播什麼 不知道我會不會有燈死她 因為每次我說完她的流量死 她都會弄壞大鑊的東西 我說她死流量 我說了三次 她三次都可以力玩狂難 令到自己的流量上回去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她 她可以這樣來玩 我是很佩服她 是的 要回帶嗎? 之前已經有人放過上網 說她大哥大家真是正常人之後 跟她對上那個老坑 又說她騙人為樂 不是三個小孩 她是說她有四個靈體跟著她 跟著她 跟著她兩個夫妻 是的 要回帶就現在回帶 回帶精神爽理 等等 回帶回什麼 回帶回這個 回吵架 不如說達達你別胡亂說 不需要加這些話說 我警惕你 你想怎樣嗎 到底 我問你想怎樣 你想收聲沒有 這些人沒得救了 你診到這樣 真的懂得這麼久 不是打個好似給我的 真的 他現在害到我被人追殺 承受持生命危險和他行的 這些人才是報告的 我跟你說 搞死人不明白 你不聽 我真的想送我老公去老人園 請賭花一筆錢 就搞離婚手座 安排好去老人園 你賭花一筆錢 安排你老人園 請來買歐瘟字棋 不去過我的生活 大人和他來做婚主都是 同樣是親人人看待 某個死人貴都發出 這樣的聲音 你不是有嗎 我想罵你嗎 有段片給大家看一看 再次提醒大家 給大家看一看 這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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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聽不聽到 肥婆說 如果你是過去捉小精靈的 肥婆就會特意去撞一撞你 然後她就去報警 所以你不能夠黏到她太近 她是會特意撞你 撞完你之後就惡人先告狀 你看得出這個人 是懂些東西的 她知道她這樣玩 是給麻煩你 所以你要小心 她應該是碰磁開的 不是碰磁開 怎會馬上說這些話 你聽清楚 你聽不聽到 她說一圍爛她 她就會去報警 那就是說 你不可以黏得她太近 因為你會害怕 你不要被她碰瓊 不要給她碰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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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繼續這樣 只有朝早做直播的話 應該這個流量會死了吧 這次應該會死了吧 不會又再力管狂難了吧 你被她碰瓊 一碰瓊 你受傷 人家河馬坦克碰瓊你 對呀 你立即睡 不要再跟著我 你講 現在一天到晚 就是為了這件事跟你吵 你什麼都爆了 怎麼小心啊 你省一點 人家有道理 你就去噴出來 前部你都 曬出來是不是 回到你的兒女裡 不是深色 因為不懂得保護自己 每一刻都要去保留自己 你心理清楚 比授木多多自己 不知道永遠你都做不到人 你又上身了 你講出來這些話 你只是氣死我而已 下午我都被你氣死死的了 你現在又來 受救你 我無法撐下去 我保你不住 你明不明白 我怎麼極力保護你 你都是在白樓 為什麼你生個兒子 這麼厲害 當警察是不會這麼診 我下午都說 你的兒子一定是死去的媽媽 如果錢你不會 就成功發財 你公安藥暴露 在哪裡都暴露 你會想到是自己的問題 你這個什麼時期啊 先生 在打仗時期你都不懂啊 我認為 他已經的心態變了 現在不是打仗的心態 現在是打工的心態 打工的心態 每天一個直播應付完你就算了 但如果是打仗的話 火力就會很猛 不停直播 總之跟你死過敬過 但現在不是 你說回帶片多好啊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反正你們說回帶就回一回吧 對我來說沒什麼影響 我又可以休息幾分鐘 他應該是由打仗 變成打工的 這個不用懷疑的 我看一看 好像有人報過了 我看一看他講什麼 有人給了一個66元的科金 說支持澳門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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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多謝你 大家有心就行 講回那件事 每天回不同的帶 這次回什麼呢 整天都回那兩段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悶 那這次回啊 那這次回啊 回啊 回啊 回巴氣哥吧 好嗎 巴氣哥 好嗎 巴氣哥 是不是這段 呢 回他欺小子那段 那段 多謝三十元的科金 多謝三十元的科金 開場 我等一下要告這個人啊 我把1210的人 夠了 打開 他 我想ın 他 你 你 把 有 很 真的 他 他 我 他 1.拔鱼特有家人的 treasures 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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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안用品 入口的部署照片 由於是開業後轄转喚、產品予發熱, 接著就進入警署了 他們出街睡覺就已經回來了 現在沒什麼需要了 現在沒什麼需要了 好多人罵我,我不罵我,好白 你挺有趣的 真樣就是這樣 你們拍一下,我是粉絲 阿姐,她也是粉絲 當然是粉絲 很多粉絲 什麼? 河馬你不認識嗎? 認識 她開直播,我們不能開直播 為什麼? 等警察來 我住在這裡 你還說我過來探望你 阿姨 我找你 是的 這個人恐嚇我 幸好我看到阿姨 等人來探望我 他恐嚇你什麼? 我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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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粉絲 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 阿姨,你做正 阿姨 我們探望你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錄東西 錄東西,錄好一點 你都知道了 你這麼遲到看得到什麼? 是啊,等著你媽和你一樣 你媽和你一樣 你媽和你一樣 你看得到他們兩個 拍多一點 大家,這是一個特捨 河馬認到 這個河馬 嘩,看好大遺禁品 河馬拉雲就是 不是欺凌我們了 真的包著東西在膝頭 河海關閣得了 真的有東西 真的有東西 河馬方面穿這樣的裙子 真的不知道 欺凌奧辱 欺凌奧辱 我懷疑她 有些遺禁品在腳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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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望阿姨都不行 真可憐 你又找到這個地方 直播 是呀,阿姨 我想去探望你 怎麼看見她在那裡的波 那我就 喂,河馬,我們請指 那我嚇倒她 唉呀,去別處直播 不要理 阿Sir,什麼時候報到阿Sir 報了警了 報了 又來 你不要數 阿姨,你回家等我 報警才行 你們這裡是一班有的 嘩,阿姨說你發我 不是一班 我怕阿姨 你不要亂說 不要吵我阿姨 我一句也沒有出聲 你不去 我知道你們是一團火來的 你一團火 看到你 你怕什麼你 你直接害恐嚇我 騷擾我 我哪一句聲 我見到 記住在那裡 我是粉絲來的 你嚇死我老婆 我嚇死我媽媽 你,我媽在上課 糟糕 媽媽,你還在天之靈小聲 被阿何猛的老公嚇死你 你媽媽還失禮 你媽媽還失禮 做兒子 你媽媽還失禮 你媽媽幹什麼 做兒子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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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是很恐狠 你真的嗎 你真的嗎 你真的是兒子嗎 你的老婆 是不是人生攻擊 我看新聞的 你真的嗎 真的兒子 那你不要說他媽媽 她說我不會把他媽媽 你不要說他媽媽 他媽媽說他媽媽 你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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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天常 大家是人 你幾十歲 你為什麼老母打給你老母? 你幾十歲就不要這樣把口感 她教我的 我教你什麼? 我教你的上網 你老婆的腮肉回頭 都是你教我說的 你又馬上口得了 我沒有說過什麼 你沒有說話? 阿姨沒有說話? 你不要出去玩啊 告訴你 你不要這樣 你又不要說自己網紅 你又不要說自己網紅 不是網紅 是網狗 你不要說全世界都認識你 阿sir還未來 搞錯 阿sir不可能的 我問我媽她說不認識你 我問我婆婆她說不認識你 你那些人認識 你那些是什麼人 你那些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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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圍村是不想讓外人進來的 為什麼進來這村 你那些是圍村 這是圍村 你那些人進來的 你那些人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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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出來 叫出來做正 不要阿狗 我口震狠了 你那些人進去 頭出站 頭出站 又來一班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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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口震狼 你死了 阿姨不要這樣吧 警察來報告 不要走啊 大哥 報告我了 那你報警了嘛 不要走啊 大哥 阿sir你沒有阿sir 看號碼不要走啊 沒有很多朋友啊 這麼浪費 很辛苦的 不要笑啦水哥 很難拍 這裏我跟你說 其實當時沒有說的 霸氣哥這一種我叫他爛仔戰法 為什麼叫爛仔戰法呢 就是他講的話 你不用你有沒有邏輯 總之你就是要夠囂張 就令到他不舒服 他講話搏你嘴 你就是想辦法令到他不舒服就可以了 你不用贏他的 你就是要令到他不舒服 那這一種你爛仔戰法就是語氣啊 表情啊 神態啊 氣勢啊 就是這樣去玩的 就是這一種我形容是爛仔 爛仔戰術 阿水哥在這裏嗎 是啊 水哥在這裏 我笑啊 哎呀 水哥 I love you 你做直貨了嗎 水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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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哥 I love you 嘩 我下個星期去英國 我下個星期去英國 阿水哥 我下個星期去吃飯了 喂 別這麼多人跟著 大哥 喂 你不如找個地方 真是這麼多人跟著你嗎 氣勢這麼害怕 又說報警的 對呀 報警等著吧 快點 報警你要不可以走的 他很天真地以為 我拿一部相機出來 就說有人騷擾我們 就拿去拍人 怎知人家不怕 整班人在這裏 這樣來玩 就變成沒有殺傷力 他最大的武器 就以為拿手機拍下來 結果大家就說 嗨 而且這件事最致命的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他這條片 就算他放上網 都只是會被人恥笑 不會有人同情他的 大哥 你想想 是河馬視角 你看到他去吵人 人家指著他來罵 你第一身就感受到 河馬被人罵的本 拜走了 不要拍我 嗨 哈囉 哈囉 這些就是爛仔戰法 他拍你要不生氣 嗨 就這樣 你又放不到上網 你放上網 就被人稱讚 你爛仔 你爛仔 你爛仔到某個程度 你爛仔到某個程度 首先你會有大聲 然後你去打 然後說話要夠囂張 氣勢要夠惡 你夠彈一下彈一下 這些就怕 是爛仔 因為你是有所有的特質,我以前是見過有人用這些招式去想到那個人快要瘋了 你差不多80歲,你就不要那麼辛苦,周圍去,何馬你可憐這個伯父吧,他真的對腳不能捱了 阿姨說話都很棒,你看他好像苦口婆心,但每一句都是暴擊 他差不多一口砂糖一口屎,讓你聽入耳後再一棍吐到死人頭 你這樣很折奪,你四十多歲,你可憐阿伯 阿伯,你的腳不能捱很久,你有西瓜,有衣服全部都給他,你是不是想他快點死,你是陰謀 他很棒,我那天說漏了,其實你想一下,他一直苦口婆心地說,但他一直說,可怕他就快去,你的腳不行了,你什麼都給他拿 整件事很頂人 是呀,我是要吵的,我不能捱得何馬,這樣就約會你 你不能說話,你不能說話,我們不能說話嗎 我疼你 阿姨,你不要這樣,好感動我 你很感動我哭,你這樣對何馬 不是呀,你不要這樣,我經常都給他所有東西去背負,我看到他一次背負 然後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圓鬼了 等一會,我看看,有人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有人發了一段影片給我,看看說什麼 我看看這段影片是說什麼,很慢的,不知為什麼 我等一段影片下載好,我不知道是什麼影片,是看到他拍到河馬 是看到他拍到河馬的,我現在在下載,不知道為什麼很慢 在下載,在下載 反正都在等一段影片下載 這段影片就是河馬第一身視角 如果他對著剛才霸氣哥有這麼霸氣的話 這就真是不得了 如果他對著剛才那位哥哥用這一招去還拖爛仔戰法的話 我不知道誰會贏 河馬為什麼說話都這麼多談幾佩服 早上走入夜幾十個小時,正常老人家半天都回家 真是好戲 好,繼續 這個鬼 這個鬼 這個這樣的人 跟蹤我整天 不要用我 他到底毀我 我要報警,要拘捕這個人 我要報警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真的不要走 立刻報警 不要走 你一直侵擾我,一直騷擾我 你不要用我 你知不知 老公究竟 究竟 忍了我上去 警察員口 我都喊了小人出來 都在看 快點跟著 你夠僵啊 你不理呀 正衰仔 你夠僵就跟著 你夠僵就跟著 我來 我來 他又說 他又說 你不理呀正衰仔 你們那時候 就說要播24小時 你說要播24小時 不播就做契弟 現在你不是也是做契弟 好,繼續 多謝大家科金支持 我不覺得他對著剛剛的哥哥會去到那麼兇 根本就不可能 等完那條片 你不要走啊 我不會痛到他的 我有沒有那麼痕 我現在等他餓 警察局門口 你不送他走 你不要走啊 我跟你說 就是這個人 他整個蘋果人跟著我 都要恐嚇我 那什麼人啊 那這個混蛋啊 沒有人這個混蛋啊 誰會敗類啊 這個啊 是誰會敗類啊 喂 如何掛我火白啊 我跟他說 他掛我 這樣就料時間啊 看一看啊 你還靠啊 喂 海泰 海泰 człowie泰 應該是今日的 哦 真是多粉絲 哈佬 哈馬 哈馬 你說 叫他河馬他現在都不認 多高傲 多囂 粉絲叫你河馬都不認 你現在大鑊了 又收了兩個黑粉 人家叫你河太不認 硬是要別人叫你河馬 現在大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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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街坊現場直擊 你想成為網紅媽 香港商場現場直擊 3個小時前 香港商場3個小時前 啊 哈 阿馬 3個小時前 3個小時前 廣州市香港環球美業發展集團 有限公司應該是大陸 地標是在大陸 只不過商場叫香港商場 對嗎 粉絲多到大陸幾多粉絲 男人都這麼八卦 已經不是男人女人的事 現在是所謂的犯眾憎 但是我和大家講的事 已經是大同小異 這一句 就算是牠們兩個大陸 都像牠們一個小蛋 都像牠們一個小蛋 但是兩個大陸 都像說牠們一個小蛋 如果是牠們一個小蛋 那兩個老鼠 有個人用牠們一個小蛋 你叫他清清或者会认你 还有啊 我看看 是全新天地二期 小红书他做直播 很快可以收到皮 小红书做直播可以很快收皮 多谢15元的科金 是全新天地二楼 那里是香港来的 是全新天地 是今日来的 那如果是今日的话 即是他两个在香港 他两个在香港 11点多拍到他回大陆 他两个都挺贫破的 他两个都真的挺贫破的 对不对 这么辛苦 又大陆又香港走来走去 你不要说香港这样 周居勞顿 你叫我澳门我出珠海我也懶了 就算有朋友说车我去香港玩 我自己也懶了 真的懶起上来是这样的 3个小时应该是Upload的时间 3个小时前大概9点的时候 那这里是全新天地可能他吃东西 全新天地二期 是全新天地 你说他全湾租了屋 有没有那么多钱租屋 如果他全湾租了屋 现在在直播中 现在在少我们 怎会不出来 他会不会在干净的世界直播 但这个好像是新的 是最新的 看三童刚才出关的影片 那张相片是对的 水哥说二五搬去荃湾 刚才后面我没看 我不知道后段说了什么 我只是看了前面那段 跟着我准备现在的 有网友看到个小女孩 哭着跟着河马 河马直播说过 说在街上看到个小女孩 觉得很可爱 如果生个女孩可以帮个女孩 说到眼有泪光 难道河马知道个胎是女孩 3个月怎会知道是女孩 没什么可能 他已经回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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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输他开的话 是很麻烦的 而且如果小熊输他开的话 是很容易令他永久封号 小熊输我可以说 是可以令他永久封号 只要他收皮五次 就会永久封号 不能再开了 小熊输的风险是很高的 也很容易中的 他身后会有多少推流 不过如果这样做 他只不过是亲手送自己上路 对不对 好了好了 那来到这里了 播下播下播下 播了整1个钟 045分钟 我好累啊 大家都做点休息 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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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